中国南部南方广东福建信仰也很丰盛 而且泰国华人华裔就是从那块地方移民到泰国 然后我觉得他不但把这个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各种艺术还包含了这个中国的信仰 也先移到泰国了 然后又包括泰国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国家 所以中国那些华人我觉得他们也有那种信仰 认为在泰国建寺庙就会对家庭带来一个福 然后泰国本身也是佛教国家 很快也是能容纳中国带来的那些神仙 带到泰国像神侯 这个孙奴空到泰国之后 开始的时候我也怀疑为什么要祭拜他 我这个人因为看了西游记的故事 我本身就是没有那么信仰这些 不是具体的一个 像泰国我们拜佛拜什么的 拜和尚我们也有祭拜的 但是这个真的是很抽象 到了泰国之后呢 好多那个生肖属猴的 到他的生日的时候 他也去拜为了祈福啊 让家里的人平平安安 我是觉得某种信仰 如果人能懂得怎么信仰 祭拜为了目标目的是什么 不是那种迷信 我是觉得还是对社会 还是有一些用处 中国大陆有什么变化 泰国也跟着变化呀 因为西游记呢 其实流传到泰国也有几条路线 一个是就是可能是口述宣传 有记录说当时宫廷里边 也是请那个华人或者中泰文通 请他来讲述这个故事 其中也有讲那个西游记的 还有那个信仰文化也传到泰国